我觉得在台湾便利之处就在于这个 工作人员有笑脸 这是让我觉得很诧异的 工作人员不应该就是严肃的 你没有觉得回来之后 我就是英雄那种啊 没有 就始终默默的 在做那种事 我觉得蛮好的 我说我要办这个护肌腾本 人家就说 那处置一下证件 我身边只有我的健保卡 医疗的卡 还能管得了户口的事 明明就很普通的房子 为什么叫行宅呢 我现在懂了 一会儿带大家看一看 悠悠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我们来拍这个证件快照 我还真的没有在这拍过 你们在这拍过吗 多少钱呀 两百块 那还真的挺便宜的 不能带啊 这就完了 爸爸怎么有点中年游腻大叔的感觉 猜猜这是哪里 足足忙活了两个小时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中午的快十二点了 我们是今天早上九点四十的样子出发的 然后十点钟呢 到达了这个台北的泰国领域 祝台北经贸办西区 就在台湾只有台北这一个地方 可以办泰国的签证 然后因为我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这一上午 就比较麻烦一点 要求的证明会稍微的多一点点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之前在上海也办过泰国的签证 我们三个人一起 相对来说在上海办事物 我比较容易 那个悠爸和悠悠呢 又比较难一点 但是最后就是办失败 失败的原因就是 他们两个的需要出事的证明啊 相关证明更多 多得多 但是呢就是办这些证明的又比较麻烦一点 今天早上其实出了好几个意外 一开始呢就是人家要悠悠的这个护集 护集成本 我本来问过他 我说要不要带 有爸说不用 悠悠有护照就不用 但忘记他是未成年嘛 然后呢 是不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就嗝屁了 BBQ了吗 没有 就有爸说你去那个附近的护政事务所去办 我就打车去 花了90块钱 去到最近的护政事务所 非台北本地也可以在台北办理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啊 赞报了好吗 我说我要办这个护集成本 人家就说 那那个出示一下证件 我身边只有我的健保卡 但是办理的很顺畅 畅通无阻可以这么说 医疗的卡还能管得了户口的事 在台湾生活的好处就是 我有很多的卡可以证明 我暂时有两个卡 一个是拘留 一个是健保卡 对吧 提到这点 有点可惜 因为微微反应慢 所以没能拥有驾照 不然 还能再多两个证明身份的证件呢 护照也行 护照也行 我觉得在台湾便利之处 就在于这个 证件很多 然后每个证件都挺好使 你在不同的地方也能办 对 在不同的地方也能办 不是说你健保卡 健保卡就是医疗啊 拿拿的人来做什么 不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都好吃 我觉得真的很便利 超级便利的 就几分钟就办完了 就一点都没有让我觉得 哎呀忧心忡忡呢 会不会不给我办完了 惨了 我是不是要回台南再去啊 就不会有这种心理负担 刚来台湾的时候 真的很害怕面对公职人员 刚来台湾居住的时候 会有这种负担 很怕进入这种 就是官家场地 后来慢慢的我觉得 这些人都很友好 然后他们都会尽力的 帮你解决 今天来办理泰国签证的人 多吗 虽然说现在 就是全世界我觉得 基本上都已经开放了 基本上也开放了 这中规他们家都是要 回归原来的生活 然后呢 就是现在是6月末 其实以旅游目的去泰国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我今天大多数看到的都是 都是泰国人 他们可能都是打过疫苗了 就觉得本身的防御力还是有的 就迫不及待的想回家探亲了 基本都是这样的 而且有旅行团的 我看到一个男的带了 大概能有20本 20本护照过来 就是代办 可能就是要集体 对集体旅游去泰国 可是没有那么多 像以前都 记得水系也不同 没有没有没有 在台湾办理签证的感想 我在台湾办泰国签证 已经是第二次了 就觉得 气氛比较祥和一点 然后比较欢乐一点 就虽然是工作人员嘛 就工作人员有笑脸 这是让我觉得很诧异的 工作人员不应该就是严肃的嘛 对不对 证件带了吗 没齐 拿没齐 自己回去看 下次再来吧 后面排队呢 但是这一次去就觉得 腰霸跑了好几次 因为我的证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 要求上面也没有详细的写 不得不说政策也是随时在变 对 他们其实工作人员也不太搞得清楚 所以大家都比较互相体谅 对 工作人员很体谅我们 我们也很体谅工作人员 台湾的公职人员和我 它就是一个互相协助的一个事情 对 大家都在努力的 我帮你你帮我 就这样 这次办理签证 让优霸深刻的细节是 他让我再多应一份嘛 我最应 然后顺便就买了胶水 对啊 要自备好嘛 对 而且我回来之后拿给他 他已经帮我免好 虽然是举手之劳 可是就觉得 人家愿意举手之劳 就是包括之前就是 在上海办护照也是问人家 那我需要再准备什么吗 可能就是人家愿不愿意告诉我们的问题 但是就是这个 你愿不愿意 其实我们就已经挺感恩的了 对 你愿不愿意帮我们 愿不愿意为我们多解释两句 多说两句 哪怕说拧个脚步 我们真的就觉得 这真的很感恩 对对对对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就是 不管是过来办事的人 还是工作人员 都是比较心平气和的 没有遇到一个就是那个焦头烂额的 然后吼啊 对没有吼 没有 唯一一个可能比较严厉的就是宝全 因为气氛太相合了 宝全那个爷爷可能他也觉得太相合了 所以他要做一个黑脸 我观察他一上午了 但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他本身挺可爱的 他也很热心 但是他需要办一个这样的脸 他有他自己的质责在 这是我能接受的 还反而觉得挺可爱 这次太谦 让优妈比较深刻印象的细节是 就是一个男孩走了 办完了 然后呢 他把一个要留下来的证件也带走了 工作人员可能当时也忙 没注意 就在他走的十秒钟之后吧 他们反应过来了 但是他们都在会台里啊 所以几个女工作人员就一致的 在那喊 然后一个排队的 过来办签证的台湾男孩 因为他手里的护照是台湾的 就立刻追出去哦 就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这样的 他全部都是自愿的 就帮这些工作人员去叫那个人 然后默默再回来 他也没有觉得回来周忧 我就是英雄那种啊 没有 就始终默默的在做点事 我觉得蛮好的 它是自发性的 这都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点 反正今天上午我们是办完了 顺利办完了 也是由于我 由于我的身份 我要大概晚两天 不是 其实不是晚两天 是因为赶上周六 我们是差一天的 我们是差一天 就是拥有台湾护照的朋友 是可以当日的下午就可以取出来的 但是我不是台湾护照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所以我要隔天才能取 对对对对 我们在附近的一个特别老特别老特别老的社区里面吃饭 好 优爸点了个炒饭 烫青菜 优优点了一碗面 油面 对 对 其中多少钱 我只知道这个油面很便宜 台北 台北 而且我们现在基本上蛋黄期 三十五块钱一百油面 我觉得找对地方 然后呢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过来这一条路上的老社区 看了你们就面了 为什么这种社区可以叫做豪宅 我以前特别不懂 我以前很不懂 很不懂为什么台湾朋友会动不动一个 他这个是豪宅 那个是豪宅 明明就很普通的房子为什么叫豪宅呢 我现在懂了 一会儿带大家看一看 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点击加入 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 可以选择优油粉优爱粉或是优福粉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蓝色加入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 贴写信用卡的安全码 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的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游妈 我是游游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热门哦 中期白容 9 2 10 9 10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